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喜聪 又到了大半夜的时候了 又到了阿聪讲鬼的时候了 我要告诉大家呢 这个可能是我近期来最后一起讲鬼故事了 因为我发现到我鬼故事的view是越来越少了 可能大家也开始有点闲了 而且我也不想为了做鬼故事而做鬼故事了 除非我收到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题材我才会讲了 所以今天这一期应该是最后一期了 OK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 是马来西亚某一个旅游圣地很出名的旅游圣地 我就讲大家知道了 但是不可以把名字讲出来 我的故事开始了 OK 话说呢 这个男主角他的父母 他们有一天他们就在这个很出名的旅游圣地 的酒店 在那边住 然后呢 他妈妈已经在床上睡觉了 他是两个单人床 他妈妈已经睡觉了 然后他爸爸呢 就 出去外面的饮水机拿热水 然后就回去 回去了过后呢 洗涮了过后呢 然后他也是要准备睡觉 但是他就要准备睡觉了 他那个背 一盖上来的时候 不对路 他那个背一盖上来 有一种味道 是那种 烧焦 腐烂味啊 就好像啊 是 那种 死狗死猫啊 在那边腐烂的味道啊 真的是那种腐蚀的味道 直接 扑鼻而来 那个背子一盖上来 那个腐烂味道就来了 然后他很肯定的是 这个腐烂味非比寻常 一定是 不敢进的东西 可是他又很怕 这个时候 他也不敢去 把这个背弄掉 然后他看看 他老婆 在睡觉 他也不想吓他 所以他可以怎样 他就在那边 不敢睡觉 很紧张的 就在那边 开粥被在那边 左看右看 没有东西 然后呢 到了晚上呢 他就 尿急 他就去小便 他就把这个背 丢掉 然后他就去小便 好 小便 OK 洗一下脸 精神了一下 然后他要回去睡觉 他回去睡觉呢 他离开他的床 去厕所这一段时间 他是没有嗅到那个味道的 他 回到他的床上了 他不信邪 他又再一次盖背要睡觉 那个背一盖上来 那个腐烂的味道又来了 这一次他就很经常 他讲 死佛 一定是有东西跟着他的 然后 这个腐烂味真的是跟着那个被子 这样盖上来就是有那个味道 OK 他也不敢动 他怕会引起什么 那些肮脏东西的注意 所以他就不敢动 就在那边 很精神的 也没有办法睡到觉 就这样到天亮 然后到了天亮的时候 他就跑去打开窗帘 让那个阳光射进来 然后阳光射进来了过后 那个 被子的那个腐烂的味道 就不见到 真的是不见到完 然后他把那个被子 拿起来 check来check去 到底那被子有什么肮脏 没有 干干净净 然后呢 昨天那个腐烂味 非常严重的腐烂味 给阳光照射进来了过后 就什么味道都没有 后来呢 他 回去的时候 他才敢跟他老婆讲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跟一些 有 相关专业的朋友 讨论了这件事情 他说 他应该是他出去拿那个热水的时候 他就已经招了那些阿嫖 跟着他回到房间 然后呢 就是 这样他才会嗅到那种腐烂的味道 我们经常听到 那些人状鬼 都是会嗅到这种类似的味道 有人说会嗅到香味 但是更多人说是嗅到一种腐烂的臭味 像这个例子就是那种嗅到腐烂的臭味的例子 OK 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提供的题材 今天我的阿虫家鬼应该也是告一段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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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